走近热闹的台北车账 来来往往的人潮聚集在现场摊商前 仔细端看着来自全台各地族人 在架上摆的商品 来自马太安部落的柯春记 带着与部落族人共同栽种加工制成的 黑豆系列产品来到现场与民众分享 我们现在就是积极在做杂粮的加工跟推广 一级生产的大豆我们会希望推到国内的 比如说是学校团体 或者是特殊吃喜爱吃素食大豆类的单位 透过这样的活动做摆摊 让消费者可以看得到我们 然后也吃得到部落很天然的加工产品 热情的招呼顾客将自家手工制作的面包 交到客人手上 从外观上来看与一般的面包差异不大 但在食材的选择却是别有用心 泰雅族的高维人将原住民传统作物 小米 马告以及刺葱柔镜面团当中 特殊的香气与健康无负担的理念 立刻吸引到许多客人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让用这样的方式去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原住民很多产品不是只有就是拿来煮菜 你如果要做西点料理你也可以去使用 平常我是自己的煮鸡汤 那这个第一次尝试呢 第一次尝试变爆 现场集结了28家原名文创农特产品 以及旅游类的摊商 希望能打造出台湾原住民 多元丰富的品牌特色 人事新闻人士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 人事新闻人士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